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四小题 第四小题问我们呢 物体从平衡点向左移动50跟2公分 请问所需的时间至少要多久 好,那这题呢 需要用到参考员 剪斜运动 虽然是来来回回直线的来来回回 但其实它刚好跟等数圆周运动的影子一样 影子就是用光照下来 那在一条线上会有一个影子来来回回的动 那这个影子呢刚好会做剪斜运动 那我们今天呢就用等数圆周运动的投影来解决这一题 首先我们就画一个圆 然后画一条直线 圆心对应到的就是平衡点 然后呢圆最左边最右边都是端点 最左端最右端都是所谓的端点 那今天呢题目说啊 我们要从平衡点往左移动 往左移动多远 往左移动 往左移动50跟2公分 所以意思就是从平衡点处 往左移动50跟2公分 好那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上面这个圆 上面这个圆呢平衡点的位置是对到了 可以对到最上面 也可以对到最下面 那从平衡点往左50跟2 那从平衡点往左50跟2 如果是从最上面来看 它就是向左用逆时针转 转到了这个左边的这个位置 或者是最底下的这个圆 最底下这个点 向顺时针也是往左边转 一个一点点位置 好那结果呢 结果呢这个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圆到底转了几度 好那怎么算 怎么看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50跟2的长度 刚好对到上面这个 紫色的这一段 那紫色这一段也是 50跟2 然后我们再 接下来只要再画一条 画一条半径就可以了 画一条半径 那这条半径会多长呢 其实刚好就是正幅 刚好就是正幅 因为这条半径就跟平衡点到 左端点或右端点一样长 从平衡点到左端点 或者从平衡点到右端点 都是100公分 也就是说半径就是100公分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直角三角形的两个边 就可以算第三边 好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其实这是一个 1比1比根号2的直角三角形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角度就是45度 好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原来这个圆转了45度 那转45度需要多久呢 它其实是转了45除以360这么多圈 也就是八分之一圈 那八分之一圈花多久时间呢 花了八分之一个周期 对不对 一圈就是大T 一圈所花的时间是大T 所以答案就是八分之π 因为我们在第二小题 第三小题第二小题已经算出周期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周期带入 答案就是八分之π 所以这个参考员的做法蛮特定的 如果他要问时间 有的时候某一点的时间转到某一点花多久 就需要用到参考员 那为什么题目会说 至少呢 为什么会说至少呢 那是因为 我们走到了 这个50跟号2 这是第一次 但是他其实还可以继续走 那就会有第二次 花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还可以走第三次第四次 这样 比较困难的题目 就会问第二次第三次 那今天这一题没有那么难 他只问第一次遇到 第一次抵达 50跟号2 是花多久的时间